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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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委书记常委在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审核的陪同下来到联系点海南州贵德县检查指导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常委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全面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不断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扎实开展好学习实践活动。 在认真听取了贵德县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情况汇报后,强调充分肯定了贵德县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 他说,贵德县通过第一阶段的学习和调研,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有力推动了党员干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认真修改好分析检查报告,精心组织好民主生活会,进一步形成科学发展的广泛共识,进一步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下一步整改工作中取得实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干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将位强调,要进一步全面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把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贯穿于学习实践活动史中。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坚固。 首先,发展还是第一位的,对青海来讲,加快发展尤为重要。 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进一步认清发展的优势潜力,找准发展的空间,把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发展优势。 第二,各级党委政府要继续高度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的生活和困难。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能解决的事情要切实解决好,一时解决不了的,要有长远的规划和目标,并为之而努力。 第三,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认真处理好发展与生态、稳定、民生等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努力实现和谐发展、统筹发展。 要把学习贯穿学习实践活动的始终,并且要不断引向深入,要充分体现学习实践活动的实践性,更加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努力实现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的目标任务。 蒋魏强调,开展好学习实践活动,推进各项工作,关键是各级干部思想要解放,工作要实干。 要坚定推动科学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破除等靠要的思想,树立进取精神、竞争意识和开放意识。 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大力推进各项工作,让贵德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大变化,切实达到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目标要求。 青海台报道。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促进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加强双语教育和师资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合作协议。 周济在签字仪式上指出,青海省是全国后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从青海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青海在全国发展、稳定和生态保护大局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支持青海发展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国家战略。 周济希望青海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员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指针,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以实施素质教育为主题,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关键,以促进教育全面公平为基石,以生化改革为动力,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造就大批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目标, 进一步推动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藏族聚居区教育的科学发展。 宋秀妍指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青海教育事业将在教育部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全省教育事业必将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宋秀妍指出,青海教育的发展直接关系青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到青海自然资源能不能得到保护和青海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 因此,我们在积极向国家争取对藏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给予特殊政策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对藏族聚居区的教育给予更多的支持。 通过签署协议,我们对青海教育的发展充满希望和信心,我们将会按照协议文本上提出的工作要求,认真抓好落实。 目前主要是抓好三件事,集中力量做好扑酒攻坚工作,适度集中力量做好扑酒攻坚工作。